我是已连续9天新增病例数明显下降 疫情防控的阶段性成果逐步得到了巩固 根据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第9版的规定和要求 以及区域核酸检测的结果 经专家充分的研判评估 乌鲁木齐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决定 自2022年8月23日80起 分级动态实施社会面管控措施 逐步有序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第一 对于高中风险区 我们将继续实行风控管理 高中风险区的居民仍然实行 足不出户上门服务的工作措施 以防止人员的外出和流动 对于中风险的区内的人员呢 要做到人不出区 错峰取物 社区将继续负责做好 居民生活必需品的配送服务保障工作 我们将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 动态调整高中风险区域的等级 以及管控措施 直至降为低风险区 第二 对于低风险区 本轮疫情涉及的奥密克戎 B1.5.2这个病毒株 它的传播速度快 传播的途径和方式隐匿复杂 存在多链条 聚集性特征的特征非常明显 加之我市人口居住的密度大 各类的人员密集场所比较多 防控工作难度大 近日我们在集中管控区和静态管理区 仍然还有零星阳性感染者的报告 也就是说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疫情防控的风险尚未完全的排除 为此我们将采取分级动态 实施社会面的防控措施 由区县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充分的评估研判 对低风险区内符合条件的小区 永续解除静态管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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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